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维尔讲话后 市场疑虑仍不少 留待以后的美联储会议解决 上周五美股继续全盘收涨 刷新记录高位 但其他股指并未能紧密跟随 今天亚太股指仍然涨跌不一 横指日经目前分别上涨1.36% 1.76% 澳洲AIX200指数小涨0.13% 但韩国COSB200下跌1.36% 台湾加权指数下跌0.4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VIX指数近几日连续走高 上周五进一步上行至29.00附近 VIX指数与股指同时走高 在货市上美元自上周五以来恢复全盘成压 S美元指数今天压市最低处击92.14% 处在跌破8月17日低点 刷新于两年第一位的边缘 主要货币对中 纽元对美元 澳元对美元 在过去两日的涨幅最大 前者终于到达去年12月31日高点目标位 后者触及2018年12月以来 新高0.37381 欧元对美元英镑对美元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后者上破近期高点 触及去年12月中旬以来新高1.3368 美元对日元近两日内的走势 颇具戏剧性 上周四鲍威尔讲话后 跟随大幅上行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上行至107.00下方 但随后一天 安倍晋三辞职的消息又逆转会价向下 大跌至200点 很多分析将美元对日元上周五的大跌 归结为市场对安倍经济学前景的担忧 但新上台的日本首相 能采取什么样不同于安倍的政策呢 难道不是美元弱势的滞后体现 如近期市场反复展现的那样 总体来看 上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的确给市场带来了相当重贸的消息 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也同时带来了一些 承戴厘清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对通胀高于2%的容忍度 到底有多高 容忍高通胀带穴的时间有多长 美联储的政策如何变得具有暴动性 从往能更多帮助到低收入阶层等等 这些问题可能要留给美联储9月 以及以后一系列会议来解决 市场也将高度关注这些进度 本周财经日历上主要风险是美国8月非农报告 其次是美国8月IXM制造业 非制造业报告 以及澳大利亚二季度GDP报告等数据 今天亚市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8月官方制造业非制造业PMI 分别录得51.0 55.2 这两大指数已经连续半年维持在50.0上方 或暗示中国经济已经走出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今天欧美时段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的讲话值得关注 美联储采用平均通胀目标 可能为贵金属价格提供支撑 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 要将推动金价上涨创纪录纪录高位 黄金本周基本面展望为砍涨 除在历史低位的利率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及非比寻常的财政刺激 推升了贵金属价格 这似乎为无收益率资产录得出色表现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一驱动黄金涨至历史记录新高点的基本面环境 目前似乎没有减弱迹象 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尔揭示了央行的最新货币政策策略 未来将寻求实现均值为2%的通胀水平 其在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经济研讨会上 如是说 鲍威尔还提到通胀持续低于我们2%的长期目标是担忧之一 并强调持续过低的通胀可能产生严重经济风险 并导致长期通胀预期出现不受欢迎的下降 鉴于被锚定的通胀预期 对于让美联储在必要时支撑就业而言很关键 美联储选择引入一种灵活形式的平均通胀目标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